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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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我刚刚听了你介绍的这个新剧和你之前演的那个角色 然后今天看到你本人 我觉得今天就跟我们今天主题很像啊 就是甜戏少女 然后大家都觉得你就是可甜可言 你自己也是这么觉得吗 可能我还带着些辣 还带着些辣 怎么的辣法 你给他展示一下 也没有没有开玩笑 就其实我觉得我生活中还挺多面的 就是相比较镜头或者角色 会有大家想不到的那些面 所以会有佛系的一面 我挺佛的 比如说我喜欢养生 养生 你知道吗 现在90后00后也都是开始开始说养生 所以你的养生是哪一种 像我本人的话就是会在wisky里面放一些什么 就算养生也要喝酒把自己灌醉 前几年还好 就是自从拍戏了 就觉得身体实在太重要了 包括记性也不太好嘛 然后平时可能会注意一些 比如从吃呀或者是身体保健 或者是我很喜欢做按摩 按摩 就身体脸部都会做按摩 因为你知道像你们做演员的 有的时候可能会经常要很早就起床工作 然后会不会有一些什么脸部水肿啊之类的问题 超容易肿 以前没有感觉 但是后来自从在镜头上看到自己肿的五官都模糊了 然后就会开始注意就是要按摩脸部呀什么的 那你有没有觉得镜头真的是一个非常考验人的 就有的时候你照镜子觉得还好 可是上镜子一看我说天哪怎么会变成这样 对对对 我当然说我胖了 他们说你还好吧一上镜 但后来发现其实那是种 是种的 所以你有什么方法可以教大家做一些快速消水种的 我觉得按摩特别好 我的用什么样的仪器或者是这个产品 因为我看今天带来了这些东西 对我带来我的独家小秘诀传女不传男 哈哈哈 跟我走 没有没有没有 传送给大家 就是把我当闺蜜吧 好好好可以可以 嗯 那来介绍一下 对这是什么 其实我今天带来两个仪器 这个是属于高级一点的那种 因为它是要插电用的 然后这个其实是以色列一款射频 它其实不是去水种 它是帮助人刺激胶原蛋白再生 但是它对我来说那去水种是我特样 你看现在只有16岁 你还要胶原蛋白再生 我们真的是 你把 大家都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保养 你的皮肤就稳固在什么时候 对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对 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你好像很年轻 我现在不要做什么不要做那个 但是就像鱼仔说的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保养 你的肌肤就会停格在什么什么状态 这个保养领域是非常好的 嗯 然后其实这个 它就是讲手法嘛 因为它要涂凝胶 它 我带的这两个它都不能直接上脸 容易长皱纹 所以它是要配合凝胶 然后转圈圈 但这个其实 手法上比较单一 我觉得RIFA的手法可以好好讲一下 好呀好呀 这个是 这个是RIFA 因为我见过那种大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小的 我之前买过大的 但我发现大的 就是我自己用起来 没有小的舒服 因为这个小的 它有一个这个底部的那个小滚珠很厉害 就一般不都是这么推嘛 但我会涂了那个 按摩膏或者是面霜之后 用这个 就是刮刮眼角这些小的那种地方啊 然后最后再用这个大的滚一下 所以它是全脸都可以用的 嗯 这么小全脸用 我觉得它挺抓 真的吗 挺抓力的 要不然你帮我试一下好不好 这个就是这样往上提 但是提到这里的时候 一般人可能就这么下来了 它不能下来 只能往上走 然后最后是用单边侧边 然后再这么给它滚下来 你想想想 你把它的那个脏东西都往上走了 走 它不是堆在这儿了吗 所以你还要从这儿给它滚下 等于说它在帮你按摩的时候 是帮你把这些淋巴的废物 排上去 然后呢 你要再把这些 经过你的这些淋巴线 然后去把它排解掉 对吧 然后就可以达到一个 额 紧致的功效 嗯 让你的皮肤血液循环更快一些 所以你会搭配一些产品吗 还是 对对对 我不会干吹 就不会像你这样干吹 因为这样可能皮肤会被拉到 嗯 是不好的 但是配合一些什么 什么样的产品快点 跟我介绍一下 好期待啊 因为我看到很贵的东西我买不起 这个是我自己用的一个按摩膏 但是其实我 没怎么用 因为它一点点就够了 这个是我那一款的 这个是面霜 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大家可以买出来这个小小的 我可以试一下吗 你可以压开 但是它可能会有点异 哦 这个好扎实哦 就是就是我只要用一点点 就可以用完整张脸 而且还会滑 我跟你说我没有想到 这个东西是 它真的是高 是就是很硬 有点像什么风油精之类的 嗯 就是那个清凉油之类的东西 就是很很硬很硬的 对 它其实现在已经软一点了 冬天就硬对不对 冬天就是我都抠不出来 所以这一瓶 看起来你用很久了 我用了很久 但还没用 才用了一点点 它本来就这么点 对 但是它推开 蛮油的 蛮油的 所以你受得了吗 你的肌肤 因为你看起来不是那种 其实我是干皮 你是干皮 但我最近可能因为冬天过了之后 皮肤现在还好 所以如果是干皮的话 就可以用这种比较滋润的按摩膏 然后搭配鱼仔推荐的这个瑞法 然后在帮你做领巴疏通的时候 还可以滋润你的肌肤 是的 然后这个就是刚刚那个仪器 对对对 这个是那个买的时候配套的 嗯好舒服 然后那那这个呢 这个是 这是一个面霜 面霜 我觉得我对那种就是香味 非常着迷 我先问一下 对 嗯这个这个淡淡的 嗯这个香味也很淡 没有那个 那个有个宝宝霜的味道 而且它是一个粉色的高铁 因为这个牌子我知道啊 就是他们是一个 呃 等于说有点专业的医美的品牌 我用过他们家那个面膜 嗯好贵啊 对 又一张心痛 又一张心痛 对对对对 这个宠爱之明的面霜呢 因为它是一个紧致的面霜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基地 哦它就没有那么硬 对 因为它是面霜 滑溜溜的 对 其实我涂面霜 有一个讲究 也是我自己一个小秘诀 因为我是干皮嘛 剧组化妆师教我一个方法 因为我这边特别容易出那个干纹 它说你晚上睡觉 你涂厚点 就是你不要把它全部吸收 你敷在那睡 然后我坚持了 一个礼拜 一两个礼拜 然后我这边的干纹就真的吗 啊真的吗 哦但就是有点心痛 因为你要抠很多 对对对对 它是真的是有用的 哦那这一罐可不可以送给我 让我回去吃一下 然后这一瓶宠爱之明的面霜呢 大家可以在小程序 去搜索巴沙优选也可以买得到 这是一个精华液 哎我来试吧 看的时候已经一两边就变到了 这个这个这个没什么味道哎 它是精华液是吧 这应该是一个英国的小众品牌 然后它好像是 我听说它是专供于皇室使用的 一个抗衰老的精华液 是说的好快 是说的很快吗 也没有了 也没想到 而且皮肤很滑哎 对 好了我们现在这些道具都已经上上来了 所以余仔你第一款茶给我们准备了什么茶 我先给大家准备一个适合即将到来的夏天喝的茶 然后呢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薄荷柠檬冰爽茶 不是问题 问题是这个茶听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高科技 不就是薄荷跟柠檬而已吗 虽然看起来是这样的 但是呢这个搭配很妙啊 因为薄荷是比较洗脑的 然后柠檬它又比较健康 它有VC什么还能美白 然后夏天嘛就比较容易热 然后比较燥 所以这个就比较能降火 好那薄荷柠檬冰爽茶到底要做一些什么呢 其实我心里知道还是要问一下 不一样 好我看一下你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对不一样的是我们今天这款薄荷 薄荷是新鲜的薄荷 特别新鲜 新鲜到就是我要自己摘一下它 好所以各位观众如果你想做薄荷柠檬冰爽茶的话 前提是要先去买一盆新鲜的薄荷 真的很新鲜你闻一下 自然的味道 因为是新鲜的嘛 所以我们要先给它做一个处理 就是我们要在温水里给它泡一会儿 泡一会儿 就跟它接接毒 我就少摘一些怕你凉死 因为现在还没有到夏天 下次我要喝对不对 嗯我不敢 然后它泡着 然后我们先把柠檬放进去吧 所以我们的水是要用热水还是要用凉水 其实因为夏天的话我觉得温水就可以了 而且如果你喜欢喝一些凉的话 就可以用冰水 就可以加冰块 柠檬片的话大概要放几片 就这一壶两片就够了 因为会太酸 我自己一般用那种茶壶的话 我就加一片 而且这是新鲜柠檬 就如果你经常出差的话 其实可以用干柠檬 其实效果差不多 只是那个没有那么酸 好到目前为止这一壶茶 就跟我们平常去路边的饭店里面 它给你造的那个血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要把薄荷加进去了 其实再加的话 我建议大家还是多泡一会儿 多泡一会儿 加两片吧 对 其实多泡一会儿 主要是把它的这些叶子上 可能会有一些 有些脏东西 对 让它自己飘出来 我给你加点糖吧 因为我觉得人生这么苦了 必须来点甜的 但是不放糖也是可以对不对 可以 如果你喜欢酸的 或者是你戒糖 因为现在大家不是流行戒糖吗 你就可以不放 好 好了 喝吧 但其实这个颜色还蛮夏天的 就很夏天 对 然后你想象一下那种透明的杯子 然后放点冰块 如果是放冰块 你把这个下面想象成冰块的话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蛮适合夏天的 因为我本人呢 就是很喜欢酸酸的味道 所以我来试试看 到出来好像就 就是被拍开水 被拍开水 就在这里面拍才好看 有柠檬的味道 渴了是吗 呃 雨仔今天的这一壶茶呢 如果你要做的话呢 首先第一步要准备一盆新鲜的薄荷 第二步呢 要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壶 然后第三步呢 放两片柠檬 放两片薄荷 然后呢 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一系列都太麻烦的话 就随便去门口找一个路边餐 然后你跟他说老板给我一壶水 给我一壶水 他就会给你一个这个 好不好 所以下一个茶是什么 下一个 下一个我准备了一个冬天可以喝的热饮 冬天可以喝的热饮 但夏天也可以喝就是 但是夏天你可以加点冰块 因为可能会比较热 好 现在呢 我们准备了一壶热茶 热水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壶茶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 有了上一次经验 我对这壶茶并没有抱什么很大的期待 不行 就是因为有上次的经验 所以这次的不一样了 是吗 对 它口的会重一点 这些东西你都认得起吗 这是什么 当然了 这是什么 这是山楂 酸甜 这个呢 这个是陈皮 还跳着给我 这个是绝冰子 这个我想起来它的功效 它是减肥用的 真的吗 绝冰子可以减肥 如果佳琪说错的话 请你们在评论和弹幕里面告诉她 我再说两个吧 万一总会中一个 绝冰子就是减肥清火去水肘 总有一个对 反正我也不知道 就是让大家来判断 然后呢这个这个黑不溜球的 应该是晒干的之后的乌梅 是乌梅 你要不尝一下 我等一下你泡了再尝 好了 这是黄菊 黄菊 它其实还有一种句话 是白菊 然后因为我是杭州 然后我们那边就喝杭白菊 是是是 这个呢 这个厉害了就是外面剪的 对对对对 不是不是 它是那个玉米须 对就是那个玉米那个晒干之后 好 所以这个茶 是要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吗 真的啊 那你就直接放进去就好了 干嘛一个个摊开 嗯就是好看嘛 哈哈哈 你喜欢酸甜的吗 我可以 对啊所以那我就多给你放一些山楂 山楂 因为山楂嘛 酸酸的比较开胃 去水肿的 如果是喝了一些去水肿的茶 再配合刚刚我们介绍的一些爱河河手动法 想我就是更好 就是我夏天很容易没有胃口没有食欲 所以我觉得 喝一下这种茶去去湿气还挺好的 谢谢 对我还放了冰糖 因为山楂放了挺多的 黄菊 对黄菊可能味道会重一点 对外面的杂草 杂草 我们下面点了火 然后这也是热水 然后现在就可以放点歌 然后我们那边喝着茶 这帮我们配一个背景音乐 背景音乐 你平常喜欢听什么歌 就喝茶的时候是点放那种纯音乐 纯音乐 好来喝茶吧 可以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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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尝一下 颜色都变了 对这次有点颜色 这个茶有什么功效 去水肿 对去水肿排湿 排湿 因为我是南方人 南方就湿气比较重 湿气重了其实还会带来很多不好的 比如说会胖 会越油腻 蛮好喝的 我跟你说它很奇怪 它有点玉米的味道 可能是因为玉米虚的关系 玉米 对 真的吗 有一点点 但我玉米其实玉米虚放的挺少的 对 我怕它苦 然后 还有山楂的味道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茶是什么味道的话 你就自己去买什么绝冰子啊 什么都往里面放一些 其实超市就有挺方便的 对 然后 没事在家的时候 你就可以泡一壶这个茶 在节目最后还有什么来想 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的吧 好好生活 要爱自己 要好好生活 那就谢谢下期了 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拜拜